从这一张地面温度风场图先带你来看到 到了现在呢可以发现整个冷空气是直接从北方灌下来 所以说整天都是偏寒冷的 但是同样的也偏干 因为并没有像通过比较多的阳面带来水气 所以说各地基本上都是阳光露脸 不过在一方面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花莲台东云亮还是偏多一点 另外呢也要特别注意到可能要等到下个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 这种比较凉冷的空气才会慢慢的往后退 现在持续的还是受到这一波寒流的一个影响 也带你来看目前各县市的即时温度 北部地区现在14 15度 中南部地区19 21度 宜兰16度 花莲台东17 18度 澎湖19度 金门 马祖分别是18还有13度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现在这个温度就是各县市今天的 因为从下午的两三点开始温度要慢慢的往下溜 而且呢我们要特别留意西半部地区的日夜温差非常明显 我们先来看台北在今天清晨最低温是8.5度 那么在刚刚中午的高温差不多是落在15.5度 所以一来一往呢就差了差不多有7度的一个温度 嘉义呢更加的明显了哦 今天清晨的最低温是7.7度 而中午的高温大概是19度 所以说这个温差是超过了10度以上 另外从这张图上也可以看到 在温度逐渐往下降的时间就是在下午的2点到3点 尤其是入夜之后温度下降的更快哦 有些地方可能一个小时就降个一度甚至是超过一度 那么到了入夜之后就会转为一个很寒冷的天气形态 也就是说今天平安夜如果您晚上有安排活动的话 现在要出门千万不要被阳光给骗了 记得待见后的外套不要着凉了 上军